第三试题 关于高炉炼铁的原理说明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选项A 原先的铁矿是混合物 这个是对的 我们提到了铁矿还有泥沙这些东西混在一块 所以它当然是混合物 选项A是正确的 选项B 炼出的升铁是含碳量高的化合物 这个是错的 升铁含碳量高是对的 可是如果谈的是铁 它是元素 它不会是化合物 那么它如果还有其他的杂质也是混合物 反正无论如何它都不会是化合物 所以选项B是错的 选项C 铁对氧的活性小于碳 碳可以做氧化剂 这个是错的 铁对氧的活性小于碳是对的 所以碳的活性比较大 所以碳可以当做还原剂 把它铁矿从氧化铁还原成铁 所以碳是当做还原剂不是氧化剂 选项C是错的 选项猪 灰石所形成的溶渣密度比液态铁大 这个也是错的 我们讲过溶渣会浮在铁水上面 可以隔绝空气防止铁水再度氧化 所以溶渣的密度比液态铁小 所以选项猪是错的 因此三次提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原先的铁矿是混合物